08年年底到09年年初 当我们政府看到这个发烧现象的时候 他们怎么说的 中国经济领先全世界回暖 中国经济领先全世界发烧 我告诉各位 你这个误判什么结果啊 连续开了四个错误的药方 后患无穷 第一个 四万亿 第二个 十大产业振兴方案 第三个 汽车 家电 建材 下乡 第四个 银行信贷的六层转座基础建设 这四月房开下来之后 一直到我讲话的今天 中国连续出现了八大危机 分成四个阶段出现 第一个阶段首先爆发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 资源浪费 第二 产能过剩 现成资源浪费 以高铁为例 四万亿当中1.2万亿是高铁 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 你怎么做投资啊 先来点周转资金 再做A项目 赚了钱之后再做B项目 我们高铁全部开工需要多少钱你知道吗 2.4万亿 你只有1.2万亿耶 你怎么敢开工2.4万亿啊 那么就问铁道不 你钱不够怎么办呢 借呗 最后呢 借不到 全中国90%的高铁全线停工 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跟他合作的公司遭遇到重大挫败 比如说中铁 铁剑 南车 北车 四家公司一年几乎发不出薪水 以中铁为例 去年6月份应收账款309亿 9月份961个亿 经我披露数据之后 他们拒绝披露12月的数据 该公司接近一年几乎发不出工资 我们做了统计 该公司至少有2000多起农民工讨薪事件 造成严重的暴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命令银行 债给他2000亿的融资 否则这个暴动就一发不可收拾 各位听懂了吧 所以为什么两性融资这么急迫的要给这个铁道部 没办法了 扛不住了 最近媒体报道 我们的动车上面纸巾盒2000块一个 马桶座椅16万一个 整个厕所里面的设备加起来30万 我们这个铁道部本土化采购的结果 最后价格比国外进口的动车还要贵 这是我们铁道部干的坏事 造成严重资源浪费 第二个呢 严重产能过剩 我以高速公路为例 请问各位来宾 4万亿亿投的高速公路都投在哪儿啊 中西部 那我再请问你 中西部建好的高速公路 有没有车在上面跑啊 基本没有 没车跑的高速公路建好之后 立刻产能过剩 但在建的时候需要钢材需要水泥 所以可以消化当时钢材市场 两亿吨的产能过剩 也可以消化当时水泥市场 11亿吨的产能过剩 所以前阵子看起来红火火的 一旦建好了以后 不需要钢材 不需要水泥 所以就把这两个行业 大会运行产能过剩 我们不但有这一大堆过去的产能过剩 又多了一大堆新的产能过剩 例如高速公路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产能过剩的大黑洞了 你知道吗 我这讲课这两年来特有底气 因为每一次都有劳 温家宝总理亲自出来承认 我讲都是对的 你知道产能过剩都严重吗 温家宝从10年8月26号 国务院常务会议开始 两年之内多次承认自己的错误 中国严重产能过剩 以不锈钢为例60% 多金归50% 电解率35% 至少有30% 中国90%几的行业全面产能过剩 你知道产能过剩什么结果吗 我们今天来个简单的算术 假设是30%产能过剩 那么从今年开始 如果每一年工业产值下跌3% 需要10年探底 如果下跌1%呢 需要30年探底 这是第二次探底已经来了 和第一次不一样 第一次是来源于金融海啸 一月之内出国暴跌 来得非常快非常急 给你们每一位朋友 带来的极大的震撼 第二次探底 来源于四个要方用错了 从而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 因此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才能消化掉 所以他来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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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但他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他将伴随着各位朋友 走完你的余生 你们这辈子完了 你们可能不相信哈 每一次大家听我演讲都说 哎呀郎教授比较悲观 我何尝不想说我们是前途光明 我们政府的政策正求 因为这经济不好 对你不好 对我也不好 我何尝会这样讲话 没办法 你知道日本为什么20年的萧条吗 因为产能过剩 记不记得90年1月 高盛炸毁日本的资产泡沫之后 日本楼市股市狂泄千里 一直跌到了1992年 就在这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刻 日本政府犯下了中国政府 一模一样的错误 那就是开了我们第一个药房 4万亿 日本政府投入136万亿日元 坐着和我们4万亿 一模一样的铁公鸡 你们有空到日本去看一下 日本的高速公路奇观 和我们中国差不多 尤其东京附近 你们看到一条八线道的国道 排面有一条八线道的省道 排面还有一条平行的八线道的线道 三条平行的高速公路 开往同一个方向 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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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哪个到海了 下车一看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卖纪念品的小商店等着你 高速公路建好之后没车跑 立刻产能过剩 由于建好了 因此不需要钢材 不需要水泥 所以就把这两行业 大会员性产能过剩 不但有这一大堆过去的产能过剩 例如钢铁水泥 又多了一大堆新的产能过剩 例如高速公路 日本和今天中国一样 都成为产能过剩的国家 因此日本花了20年 到了今天都没有复原 我们中国的产能过剩 将花几十年的时间都消化不了 记住 日本只开了一个药方 我们开了四个 其实如果你们有空的话 跟各省省委书记谈谈话的话 你会感觉到拉不动经济现在 都非常惶恐 为什么 产能过剩 历史将会证明我讲这是对的 历史如何评论大跃进 就如何评论这一次 这一段时间都会发布